很多人会问我 Barry Allen是最快的人吗? Barry比快银还要快吗? 其实,这个我也无法正面回答 只能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在DC漫画无限地球危机的四年后 漫威漫画Creeza第17看Rebound to Run中 当时,漫威的急速者们正进行了一场宇宙赛跑 选出世界上最快的人 比赛途中,一位神秘的男子随着一股能量脉冲出现 他当时看起来并没有记忆 只是非常想奔跑 最终,他赢得了这场比赛 别人问他的名字他说 我并不确定 也许是Barry Alien 那么听完这个小故事 你们来告诉我 这个世界上最快的人到底是谁呢? 大家好,我是BA 没错,我就是Barry Alien 新改的名字 这一次我们就来讲讲闪电侠重生 也就是Barry Allen回归的这本漫画吧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讲讲关于无限危机 与最终危机的内容 在无限地球危机打败反监视者后 宇宙全部合而为一 一条时间线,一个地球,一位超人 其他地球的亡魂们 从历史中被否决,并抹除掉 而像初代闪电侠和Power Girl 原本来自其他地球的幸运的战士 被纳入了唯一一个地球的历史结构中 记忆也被重新改写 而原本地球Prime的小超人 地球二的老超人和妻子路易斯 他们在亚历山大卢瑟建造了一个特殊空间中 幸存下来 原本以为这唯一的地球会走向一个光明的道路 但事实却相反 黑暗开始蔓延 这个宇宙开始腐朽 英雄的人生被扭曲 有的迷失了自己的道路 有的却选择袖手旁观 为此 亚历山大卢瑟和老超人 小超人 介入准备重新恢复无限宇宙 在无限危机中 小超人摧毁了正义联盟瞭望他 并且残忍地杀害了少年泰坦 这个时候 杰 Wally 还有Bart 赶来将小超人推入神苏里 谁知 杰不够坚挺 半路摔了一跤 Wally提前消失 就在Bart一个人坚持不住的时候 Barry出现了 还有Max 还有强一快克 连锁将小超人推进神苏里后消失 这其实就是在无限地球危机之后 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登场 Barry一直以神苏里的形态 存在于宇宙中的每一个角落 凝视着世界 一直到2008年的最终危机 达格赛德利用反生命方程式 控制了所有人类 包括超级英雄 让他们互相残杀 变成没有思想的冷血动物 使得整个地球陷入灾难 在最终危机中 Barry Allen和Black Reaser 还有SARS Orion的子弹 同时从神苏里中出现 Barry说是某种神命的力量 将他推出了神苏里 最后 Barry Allen和Wally West 一起利用这个Black Reaser 将速度达到了光速 重创达格赛德 夺走了他的灵魂 拯救了世界 为了不让大家混乱 关于无限危机和最终危机的内容 这一次就不会讲太多 以后会专门出视频为大家分享 那么下面我们来进入正题 闪电侠重生 故事一开始 就是在终成的某个实验室 一个神秘的人拿着一个闪电棒棒 刷刷两下 干死了两个工作人员 并重现了Barry Allen被闪电击中的经过 而现在 终成正为了庆祝闪电侠 Barry Allen的回归 而举行闪电侠纪念仪式 就连闪电侠曾经的反派也在凑热闹 看得出 他们也对Barry的回归感到高兴 在纽约 初代闪电侠结说 自己是被Barry拯救的 曾经的他已经跑不动 是Barry再一次燃起了他奔跑的欲望 所有人都回忆着Barry 除了Bart 作为Barry的孙子 显然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Bart甚至根本不了解关于Barry的经历 而他所在乎的是他的师父 迈克斯莫丘利 画面转向我们的Barry 刚刚回来不久 稍微有点不适应环境的他 站在匆匆忙忙的人群中 这时 好机友绿灯侠哈尔乔丹迎面而来 两个人相互打去 聊着过去发生了一些事 Barry说 在无限地球危机 自己消失在神速力之中 那是一个异次元空间 在那里 自己的记忆渐渐消失 甚至记不起自己是谁 和所爱的人 也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又回来了 哈尔安慰着有点低迷的Barry告诉他 现在这个时代 依旧属于他 让他不要顾虑太多 享受现在 但Barry却不大领情 并说自己不想参加这一次闪电侠纪念仪式 离开了 不过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Barry奔跑的时候 萨维塔突然从神速力中跑了出来 淡定的Barry追了上去 抓住了萨维塔 更神奇的是 就在Barry抓住萨维塔的一瞬间 所有的记住者就像触电一样发生了反应 而悲剧的萨维塔直接化成了一具骸骨 关于萨维塔的介绍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上一期的视频 这时 哈尔赶到现场 他非常关心Barry 但是Barry很冷漠 但他懂哈尔的意思 秀里一波好恩爱 真是亮瞎眼 Barry是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 所有责任都放在自己身上 发生的所有不好的结果都怪自己 一切似乎都是自己的错 他觉得自己没有证明父亲的清白 让他冤死在监狱 甚至凝断逆伤的脖子被判谋杀 也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妻子带来安定和幸福 这是Barry一直自责的事 甚至认为自己并不值得被复活 Barry找到了Wally 一起调查急速者突然同时受伤的原因 在一片田野 他们发现了黑闪电的尸体 黑闪电就是像Barry这样的急速者的死神 一般在急速者死亡的时候会出现 他是神速力的黑暗面 他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 结束DC宇宙中急速者的生命 将他们拉回神速力 而在我刚才提到的最终危机中 干死达拉赛德的Black Racer 黑闪电就是他的一个化身 而一直在等待萨维塔复活的克里斯蒂娜 得知自己的主子死了后 吸收了邪教里面其余人的能量感来向Barry复仇 可惜下场也一样悲剧 被Barry一碰 力量就全部被吸收 变成了灰 这时 Barry变成了黑闪电 正义联盟的英雄们都赶到了现场帮助Barry 将他关在一个格力神速力的罩子里 Barry冲了过来 他感觉到了神速力的异动 以为是自己的导师Max回来了 他看起来很失望 这小王八蛋对Barry的生死完全不关心喜败 哈尔带来了Iris 想让Iris好好安慰Barry 谁知道Barry突然暴走 警告所有人离开 哈尔立马跟超人将Barry带走 Barry知道哈尔的戒指无法一时困住自己 所以自己跑了出来 准备冲进神速力 让自己不再伤害别人 超人冲了上来 想阻止Barry 说自己很牛逼 自己也很快 曾经跑应过对方几次 Barry说 靠 以前都是让你的 你居然当真 说完 就冲进了神速力 他幻想起了许多关于神速力 以及过去的一切 但却恐惧着自己的记忆被夺走 在神速力中 他遇到了失踪已久的强逆快课 和麦克斯抹求力 对了 强逆快课是通过念一串公式 得到速度的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不行我也没办法 这时 逆闪终于出现 到处一直是自己在背后搞鬼 他就是故事一开始 那个重现散见侠事故那个人 逆闪因为看到散见侠 在无限地球危机中 牺牲了自己 感到无比的失望 因为逆闪这个人就是个变态 以折磨散见侠为乐 没有散见侠 他就没有事干 所以他让自己 变成了新的急速者 然后创造负难量 替代 并污染了Barry 让他变成了黑闪电 让他伤害自己身边的人 毁坏他的名声 让他活在罪恶中 度过自己的余生 此刻 Wally也决定冲入神速力 将Barry带回 而逆闪又出现在了Wally家 虎视眈眈 有所企图地望着他的家人 幸好 杰和Bart出现阻止 另一边 Max虚弱了对Barry说 是你创造了神速力 它存在所有的空间和时间 你就是神速力的引擎 把负能量提消回去 想想Aris 跑起来吧 Run Barry 关键时候 杰和Bart持续跟逆闪战斗着 就在Bart差点被逆闪手刃之时 Barry在Wally的帮助下 带着Max回到了现实世界 几位急速者大显神威 干得逆闪姐姐派退 逆闪告诉Barry 他小时候断了胳膊 家被烧 狗被撞死 母亲被杀 都是他干的 甚至当下就要穿越到过去 企图杀害Barry最重要的人 Iris 他认为这很有趣 逆闪就是这样 他的副手成就是闪电侠的诞生 但他又不能直接针对Barry 因为逆闪的能力来源于闪电侠 关键时刻 Wally再次来支援 就在逆闪要用那根闪电棒棒 插死Iris的时候 两个人成功阻止了逆闪 并将它带回了现在的时间 完美结局 故事的最后 Iris从储物箱里面 拿出了一根闪电棒棒 原来 这就是逆闪穿越回去 正要杀害Iris时落下的 Barry终于解开心结 回到正常生活 而逆闪也被关进了铁山监狱 无赖帮佑好像在谋划着什么 最后的最后 镜头回到了闪电侠庆典 Barry回来了 不过 他又迟到了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同样感谢阿莫同学 如果大家对闪电侠有什么疑问 或者有想知道的内容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我哪里说都不好 或者说错了 请大家一定要帮我指出 喜欢我的视频请按个赞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祝大家平安夜快乐 我们下次见 bye